近日香港水货酒驾子宫颈癌疫苗事件 引起香港及内地民众高度关注 由内地游客注射后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5月7日,记者向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 询问有关水货子宫颈癌疫苗事件进展 卫生署回复称已窒息该事件 目前正在展开调查 卫生署提醒消费者注意 香港目前只有一种已注册的 酒驾人类乳头流病毒疫苗 也就是加味苗酒,属于医生处方药物 所有已注册的药及制品与包装 附上香港注册编号HK64239 注册证明书持有人为美国墨沙冬药厂 在香港非法销售违经注册药及制品 属刑事罪行 最高可处罚款10万港元,即接近两年 水货疫苗事件起源于2018年9月 来自浙江的王小姐通过内地中介网站 花费8000港元 在望角某诊所注射酒驾子宫颈癌疫苗的第一针后 全身皮肤出现红肿红疹,久久不退 随后引起他怀疑诊所注射的疫苗 香港《大公报》进行多次调查后 证实香港确实存在水货疫苗 5月7日 一则网上片段迅速流传 有香港疫苗中心经理面对客人提出和对酒驾子宫颈癌疫苗增核及针剂的要求 净秒速变脸,大骂客人是废物 并威胁如果客人继续过闻疫苗来源 将会报警及采取法律行动,态度异常恶劣 最后当客人提出报警处理,经理则火速发火,赶客出门 目前多名在香港打过疫苗的内地游客举报 至少5间诊所处理疫苗手法可疑 地点位于左蹲、旺角及尖沙嘴 更有诊所属医疗集团 这些诊所运作神秘 门口广告牌常以医学美容中心遮掩 且只接待内地游客,只能通过中介预约接种 不接待香港市民,只以现金收费,不接受信用卡 消费者揭发,许多水货疫苗并非从冰箱被取出 包装盒上无美国药厂二维码以及无方位标志及商标等 负责为他们打针的人员在拆开包装时 刻意于桌下进行,不让消费者亏捡疫苗情况 接种后禁止拍照及带走包装盒 接种者其后自行联络美国药厂告知有关情况 药厂回复指,正或会有中英文说明 有MSD字样,这些消费者接种的疫苗并非药厂正货